各位新聞同志們 大家晚安 宵好 歡迎收看股市封城榜 我是許峰路 來首先啊 先不管盤勢怎麼樣 生活還是大於一切 日子還要繼續過 那指數在跌 股票在跌 指數在漲 股票在漲 其實日子還是一樣過 今天是個重要日子 父親節 封老師先祝所有 天下所有的爸爸 父親節快樂 當然也祝所有的人 每天日子都要努力的去過 生活還是最重要的 那投資有起有落 有起有落 他最後還是會往上走的 相信我 最後一定往上走了 景氣的高峰 是在2026年的第一季 所以一定都有機會 短時間現在氣氛是非常不好 不用急著出手 你沒買到對的 很容易馬上又到檔 用不有的資金 來去做轉換持股就好了 早上本來還在看V轉還是震盪 因為這個標題其實是我昨天在下的 昨天就先想好了 所以早上今天來不及改 因為盤這個美國股市衝高就回落 所以今天基本上就開低震盪 但其實盤中一直有資金想要把它拱上去 但拱不上去是沒辦法 信心還沒有回來 現在最重要是先恢復信心 只要恢復信心資金自然就來 然後股價就會大漲 但我要跟大家講 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 是我怎麼樣把所有的股票 濃縮集中持股到 未來可以漲五成到一倍的股票 我一直在講你一定要買那種可以賺五成到一倍 差不多接你現在的一個危機的股票 但股價本來就會有漲有跌 長期來講人在江湖走沒有不壓一刀 我相信大家都有壓一刀 那沒有關係 那真的沒有關係啦 因為看過太多次的股災 看過太多次的下跌 最終還是會創新高 台灣現在還是在一個最好的時間點 還在最好的時間點 我再次強調這是2026年 為什麼到2026年 是因為很多公司他們現在接的訂刀 都已經接到2026年了 這樣大家明白嗎 尤其是台積電 以台積電為首的 AI相關的股票已經到2026年 但是因為已經提前知道 所以很多股票現在在2024年炒過頭了 那炒過頭現在又跌過頭的時候 大家一看 哇你這個本益比這麼高 但他們現在很多股價 其實已經反映到2026年的EPS了 所以你現在在看 哇股價好高 哇你現在獲利沒有這麼好 所以股票才會這樣暴跌 那我昨天花很多時間也講了 我在文章裡面有寫到 這個少年股神的幹桿 其實你不要看現在融資只有3000億 實際上再加上了 信貸 房貸 再加什麼 再加融資 再加什麼 職介 其實就是過去大家是拿股票去職介 大股東會拿股票去職介 那現在直接券商給你一個不限用途 款項借貸 那個金額 到7月份也有大概快3000億 2900多億 那這樣融資3000億就6000億 然後再加上房貸 貸出來買ETF 讓投信再去買股票 你看這一波再跌 投信是不是天天都在買 投信套得比你們還深 提議你還多 但很抱歉 那個錢還是散戶投資朋友的錢 所以這一波的內線 內部的一個資金很多很多是這樣套出來 當然股價指數有這樣套上 也是這樣供上去的 但沒關係 它上去之後最後還是會 下來之後最後還是會再上去 因為景氣還是在後面 只要把目前這些 不管是國內外的問題解決完 大概就差不多 國內現在融資大概輕的差不多了 大多數的這個借款也結束了 再來最近我先跟大家講 我最近看到開始有那種房貸的限購令 限貸令已經越來越濃厚了 我現在聽到很多人都貸不到款去買房子了 所以錢還是會從房貸 房子裡面再出來 未來不會有這麼多人再去買搶購房子 因為房價真的太高太高了 那錢有沒有再回股市 會不會再來股市 我跟大家講還是會 那只要美國那邊正式降息 但降息的原因不能是因為什麼 不能是因為說 哎呀這個現在這個經濟數據太差 我要趕快降息就是 這樣子還是跌 如果他的降息原因 這邊一定要確認 降息原因是通膨被控制了 然後景氣還是一樣好 那就OK了 這行情就會再創意值興高 好不好 這些條件先跟大家先說 先報告完 來這裡很特別喔 末日博士羅比尼 他居然說美國不會硬著陸 聰明前在超低買美科技股 當然這個新聞一定是落後的 因為禮拜一美國股市是有太 破底之後再反彈嘛 對不對 所以禮拜二台北股市才開始彈 好 末日博士在這時候講這句話 倒很有意思 因為他一直都是在看空喔 經濟 但他現在說沒有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殊 所以如果最看空的人都沒有看空 那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那 倒窮是跌破了季線回補缺口嘛 再挑戰一次沒過去 就是震盪啊 希望他今天晚上可以撐住好不好 不能再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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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斯達克斯來這裡 我本來昨天跟大家報告說 來到這裡也是壓力趨浪 這裡是支撐那個 大概指數21,800點的位置嘛 這個也是那一天大跌的空間嘛 如果來到這裡就太棒了 結果沒有他只是來到這裡 這個缺口都沒有完全補完 他就又下來 很可惜 很可惜 廢半的話 我們在講這裡是個大壓嘛 看能不能來去這裡補 沒有 本來我們今天是 上半場是以賣股票為主 如果有衝高再來賣 如果沒有衝高 那只是幾塊錢的價差 你真的不要去賣 沒意義啊 賣了你都買不回來 來 外部問題喔 美國股市要先質問 美國的經濟數據 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百分之九十都是 都是他們想怎麼 讓你知道就怎麼知道 不好意思在講造假兩個字 昨天被人家罵了說 你怎麼可以說美國造假 美國經濟數據我 講真話我是覺得他造假 但實際上呢 他要公佈多少 他就是我是前後挪啊 你也不能說我造假 我前後挪嘛 然後我採用哪一些 比方說這個有利我就採用這個 這個不利我就不用這個 所以他們的數據的那個 組成都是看他們心情 那這樣講好不好 就是他想怎麼辦就怎麼辦 他想給你什麼看什麼數字 就看什麼數字 但請記得喔 美國今年是要選舉 除非把指數拉高 他才會對民主黨有利 因為民主黨是執政黨啊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不會有那一波讓你真的讓你逃的 就算他要轉空頭 他也讓你逃一波才會轉空頭 更換景氣現在看起來 沒有空頭的理由 美國選舉年沒有空頭的理由 選完之後還要再大肆慶祝耶 因為開始 開始進入降息循環嘛 那選後要不要跟中國和解 一定要的嘛 你想要降通膨 你想要解決你所有的事情 你一定是要跟中國和解啊 那只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談 來 日元套利交易啊 在過去幾天是呈現了一個 大幅度的一個拉 的一個平昌嘛 目前是只平一半 那日本人講說 我可能要到什麼時候 十月份看一看 說不定他還有可能再升息 可是那是十月份 那現在才八月中 先慢慢再等 慢慢再等 他說不穩定就不會升息啦 這頭也一空 那沒辦法啦 那你升就升了嘛 事情也結束了嘛 但請看喔 他這一天說要升息 這一天是熔斷 往下熔斷 這一天往上熔斷 他基本上把這個缺口回補 他在震盪 沒有那麼差啦 沒有那麼差啦 他在這邊 不要往下跌就好了 昨天的低點不要破啦 昨天的低點不要破就好了 昨天的低點不要再破 甚至於說 前一天這根長紅棒的二分之一 不要被跌破 基本上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國內有好事嘛 當中交易延長三年 這個準備省 這省基本上百分之90會過啦 昨天這麼開心 開趴漲點史上最大 現在一個漲點史上最大 前天再來一個跌幅 跌點史上最大 其實現在四五百點好像都很正常 這邊還有台股的五大隱憂 這個大家新聞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指數這邊還在守啦 還在防守 防守哪裡 他防守的是禮拜二的開盤 禮拜二的那個漲幅的上緣 禮拜二漲幅的上緣 貴買指數其實相對強 中小型那隻重新又進來 又進來撈錢了啦 再進來撈錢了 那金融指數今天本來要帶著 帶著這邊往上走 本來要往上走 不過看起來喔 接下來的電子可能沒有這麼好喔 我先跟大家講喔 揮達的最強晶片遲到這個已經確定 所以昨天美超為是崩跌 跌20% 那英特爾他現在又要來叫囂台積電 我告訴你不用講啦 這是沒什麼事情 來台積電 請大家注意喔 我說過第一關來到915 昨天最高920 來今天在這邊守 等於是你看 這邊有爆量 反彈之後都沒有量 所以這有沒有結束 其實沒有結束喔 其實沒有結束喔 反彈是沒有量 沒有量當然不能攻啊 這邊爆量 來 他只要守住禮拜二這一天的收盤就好了 禮拜二的收盤守住 他其實今天也都在守禮拜二的高點 因為避免再破嘛 所以明天拉拉回到這邊 如果能守住禮拜二的收盤 880塊 也就是說我給你16塊錢的下跌空間 今天收盤大概896嘛 那我給你 反正就是給你16塊的下跌空間 好不好 這個缺口補了之後還會再往上走 還有機會再往上彈 但是我認為他在彈完之後 他會在這邊振 那請記得喔 台積電是因為有蘋果還有 輝達的訂單 所以他是相對強 但接下來看起來只有蘋果是單腳 回答在8月下旬 他還會再有一個來台灣 一個是機器人展 一個是這個 這是什麼 他的財報 他的財報會很好 但是那個就是AI反彈的相對高點 接下來的AI就跟去年的AI時間都一樣 這邊AI股暫時不要碰 飛電會比較好 車電會比較好 車電會比較好 車電我們就跟大家講了嘛 定影嘛 對啊 雷迪克嘛 這個會比較好 因為他們絕對價格還便宜 來 週二週十 今天禮拜四嘛 趕快回答大家的問題 大家很多人都要問對不對 這個洪先生一次問三檔 大家每次一次問一檔好不好 因為我想要服務更多的人 好不好 我很快先講齁 大家都已經破底了啦 大家都破底了 大家都破底了 超風這樣的股票 其實你可以看到底部在這裡 底部是在這裡 這很明顯是一個頭部區嘛 那他反彈到五日線就下去 但是我說這波反彈還沒結束喔 這波反彈應該是確認台股未來的 的一個相形區間 所以這個股票你先等他反彈 超風是一個基本面非常好的公司啊 你等他反彈接近哪裡 這裡的缺口是有機會 你有機會來補這裡的缺口喔 你這裡的機會有機會來補喔 那但是因為他跌的其實來講 相對來講幅度比較小 所以他的空間反彈也沒有很大 這算基本面很好的公司 你如果長期持有的你不要動 你等他反彈到這裡再去賣 這個缺口有機會來補啦 就算不補這一天的這個 長黑的這8月5號的長黑的高點 應該有機會去挑戰 因為我說這一波大盤的反彈還沒有結束 這一波大盤反彈是要確立底部跟 反彈的頂部 然後他會在這個底部跟頂部中 來回震盪 所以8月主底9月反彈 9月到10月反彈 我先給大家看大盤 這裡是不是底部 19,600是不是底部 19,600是不是底部 然後頂部大概就是在季線的壓力區 這是一個頂部 他大概要在這邊大區間的震盪整理 那我們是希望他可以在21,000點上下 上下大概1,000點震盪 21,000點上下1,000點震盪 因為現在每天一下就500嘛 那這整理 那你看長紅包一個長黑 長黑包一個長紅 隔天再漲 這邊又一個長紅包一個中黑 哇 邏輯上明天還是要往下走啦 但往下走的過程裡面 應該是站在買方啦 明天只要不要破19662 現在看起來看還有1,000點對不對 但這是沒有辦法 只要他沒有在破這個低點 就確定了三天不破低 這個就交代完了 來 說完這個 來看一下長華跟台郡 這個股票其實這一波回的算是比較少 因為他已經提前回了 但是請注意喔 他這個反彈上去也都是賣點的 反彈上去是賣點啦 因為這個蓋頭反壓已經很明顯了 那因為他跌的少 我建議 如果你要急著 扳回這一些的話 這些股票啊 你把它換到那種跌很深的 怪力率很大的 他反彈速度會快 這股票反彈空間也不大 因為他本來就跌的不多 相對來講跌的不多 6269也是 他其實今年沒有漲到嘛 沒有漲到嘛 這應該是除息的缺口吧 他有填息啦 填息完之後75到這裡 其實他算跌的少了 他95到這裡80 到今天的收盤 80塊 兩成啊 你反彈上去兩成啊 但他的跌兩成算是中型的股票 大概缺口位置這裡就是壓力區 反彈到這裡 10%你是跑不去的啦 然後他就繼續震 那你要怎麼做 如果你只專心做這聖誕股票的話 這裡不是賣點 你反彈到接近這個缺口的時候 你要賣一趟 他還會再下來 下來再減 再上去的時候再賣 你大概可以解套 還在問立志跟欣欣喔 如果你只要一檔 我推你3483的立志啊 第一個他跌的也夠多 第二個 欣欣前一段時間 法人給他的看法太好 所以他拉了那一段 可是立志的營收會比欣欣快出來 欣欣是明年的廠開出來大好 立志的廠 新莊廠已經開出來了 所以他會比3037快 那這裡其實 做沖長線的人來講 這裡是相對的底部了啦 這裡已經是指數16000的時候了 那這個會這樣跌 基本上也是公司派在測 那外資投信都在測 這個外資還在買 相對投信來得好 如果你要壓 集中的話我認為立志 立志我認為他這個高點會過 我真的跟你講 我認為他這個高點是會過的 3037也會 可能3037可能是明年 可是立志有可能今年年底 因為他9月營收會創新高 他先公佈的7月營收是7.8億 他其實已經是月增年增 那8月份會超過8億 9月份會創立志新高 這是我現在得到的資訊 因為他持續出貨 而且他現在出的手機VC版 之前搶量出給華為 所以價格比較便宜 現在出給三星價格比較高 我記得價格好像是多三成多 多了三成 他的出給韓國的VC版多三成 所以啊3483會快一點 他營收早出來 而且他股本比較小 他比較輕 這邊要拉抬比較快 先到170 是月線 再到季線 19 基本上你這裡140 145附近 我認為他會比較快到 先看170 然後再壓回來測試之後 再看119 這個你要集中是可以的 3030的得率 我這樣認為啊 今年度最好的那一段已經做完了 我不覺得這個還可以再創高 設備股我覺得這邊 只有極少數的設備股還有利潤 大的利潤 那你看他也是提前大盤就先下來了 提前他提前下來了 所以這邊已經散完貨了 重點是他的一個股票其實來到這裡 基本面再好再反彈上去也是要走 也是要走 因為你的一檔股票你已經從過去的60塊 70塊 70塊 就是支撐區 低一點是156 156就是支撐 支撐那邊被跌破 這就變壓力了 這就是個套牢區 重點是他已經漲過這一大段 那就今年沒機會啊 我的認為他最好就是反彈 好我不建議你加碼 九豪跟雷迪克 我當然是看好雷迪克啊 我當然是看好雷迪克 雷迪克的營收一直在增加啊 6627的技術其實我覺得還好耶 而且他過去他的一個高點其實就是這樣 他都已經來到過去的高點 5230你知道 你不要看他這樣耶 雷迪克以前 他算是在 在這個光學股裡面 LED的光學股裡面 他是之前有名是二次透鏡啊 那因為他還有轉投資啊 那其實這裡位置到這裡 才漲一倍 我覺得一倍都是起手勢 最重要的是他今年的獲利比去年獲利大成長 過去是100多塊嘛 那其實他回到這裡真是有超跌啦 這是這一波的周線的起漲點嘛 1234 我這一段拉回來比較快 比較多當然是有超跌的氣氛 但他有一浪可以上去啊 而且他有轉投資 他的位階跟地位跟九豪不一樣 為什麼四星腰斬 股票大老闆出完了 來 你如果用周線來看 你2500附近其實 這裡是一個支撐區嘛 這裡是一個支撐區來 2600 來這裡大概是這裡嘛 那這是不是第一段 用周線來看是第一段下跌 然後震盪整理之後 我認為 他明年不好後年又會很好 這樣大家知道 你現在看他營收都很好喔 但他明年對比今年都不好 所以他明年會一整年營收 你看到都是年減的 你今年的營收都很好 我再講一遍 四星K8今年營收都很好 但是到明年 你就會發現他沒有這麼好 他就要等到後年又會很好 你想想看他的 他的營收高峰又到2026年 但2025年他的營收不好 這個就只是 這未來也就是跌升反彈嘛 他現在補缺口 補缺口會反彈 你2500應該有機會解套 但解套你就走了好不好 今年他沒有戲了 我覺得雷迪克你在等啊 4533的協議機 我們跟大家來講完之後 他其實還是相對強啊 還是相對強 但協議機做到什麼時候 協議機可以爆到 第一個你解套之後 你看他能不能往高點走 我的技術面算 應該過高之後還有不少空間 我自己算的啦 可是因為市場氣氛不對嘛 但是我認為 長線 雷迪克的空間會比 協議機大 協議機可以操作到什麼時候 協議機你基本上操作到 機器人 黃仁勳來的前一天 黃仁勳來的前一天 還有機器人大長的前一天 或是當天開盤你就走了 協議機我這樣說 其實還是強 6457的鴻康我認為你都不用賣了 我認為你都不用賣喔 我認為你都不用賣 因為他跟 他跟那個系統就是綁在一起 那系統是公佈營收 不會有好消息 但鴻康公佈營收會有好消息 甚至於鴻康會稍微帶著系統往上走 那這個位置 老實說我的成本在60 我也不會在這個位置賣啊 今天來到589 我也不會想要賣啊 而且他被收購了 我幹嘛要賣他 大家先講一個東西 我說假設你現在不知道買什麼股票 那你的資金又相對比較小 或是你想要換股道 未來我認為 有五成到一倍的公司 那我今天就特別跟大家來講 因為大家在 這個 這裡面問楓博老師 我也是不藏私的人嘛 那當然現在行情都不好 你買什麼都容易跌 但是我要告訴你 我長線的一個看法 我跟大家報告過的股票 都是我認為他的題材夠好 長線會有機會 絕對價格在未來的價格 現在的價格在未來的一個 目標區都很 還很遠的公司 我才會講 你常聽我講 沒有一倍的 你看不到一倍 你賺不到五成 你看不到五成 你賺不到三成兩成 那我會講的就是 我已經有看到他五成以上的空間 甚至於一倍以上的空間 那你們現在仔細聽我講 洪康跟系統 他們兩家公司 你一定要注意 洪康為什麼要被系統病 是因為系統覺得洪康是一間好公司 他可以拿到他的資產 他們產品未來可能有互補的空間 那洪康的東西叫做 洪外線感測IC 是他的一個強項 這個東西 未來會跟機器人做聯動 所以系統買他 我認為是為機器人 未來的機器人跟 自動駕駛做預備 那這樣明白嗎 那洪康竟然要被系統病 那我跟各位講 系統病了他之後 之前還病了一個聯警 你要去想他現在董事長是 是聯電集團的董事長洪家聰 那我們買股票當然是買誰 當然是買洪家聰啊 我再給你看 我給你看月線 你不要看這樣很高耶 請大家注意耶 我系統以前是160的耶 當然是很多很多年前啊 很多很多年前啊 但你去看他的一個整個大底部 178910幾20年的大底部了 你覺得大底部完之後 我來到這裡 我來 我不是要挑戰這裡 我幹嘛要搞這件事情 我就暗示到這裡 我就暗示到這裡 你如果長期 你是想要在股市裡面做大波段 長期真的賺到大錢 而不是每天看瘋老師在 我可能東升連線講一些股票 他們短線上有題材 可能會波動 或者是我們在節目上 在講一些股票 那他有一個波動 我們想要去賺那個波段 那個波段 你如果是真的你想要 扳回這一次的 的損失 因為這次跌是大家一起跌 其實很多人都虧很 虧很慘 可是你要知道你虧很慘的 可能是兩成可能是三成 最多給你四成 可是這場股票未來可能 漲幅 我搞半天我想要幹嘛嘛 如果智元可以創歷史新高 那我搞系統 難道不是想把它弄上歷史新高嗎 那如果未來 他裝更多的資產進來 你認為呢 我如果會講一檔股票 講話比較多時間 那就是我真的掌握到他很多東西 中央光我們現在持股不多啦 基本持股啦 這邊再換位不會理他啦 但中央光你們記得一個時間點 到10月之後 你就要開始留意他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他的蘋果人禁的消息出貨了沒有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在他要出貨之前 有沒有私募 有沒有私募 他下一次的私募請你不要再錯過 如果他有私募你就不要錯過 他明年會非常好 第四季我認為在11月開始 10月大概會有消息傳出來 股價會開始波動 11月會非常非常的好 應該邏輯上來講要非常好 11 12月要開始好 要開始好 然後明年會大好 這個高點我認為應該是要過啦 這個需要時間 這個需要時間 時間點不一樣 有人問我808我們那個存股 這間公司 有很多人被騙 我認為你現在如果空手的 你不要在這裡再積極的買進 因為他要等到什麼 這個跟政治氣氛有關係 政治氣氛有關係 政治氣氛有關係 冯老師不喜歡談政治 我只能跟你講 跟政治氣氛有關係 他想要漲 要等很多很多的案件結束之後 你看到很多的政治案件結束之後 整個市場 整個朝野很和諧的時候 他才會漲 但他如果漲起來 當然這裡的高點會過啦 但這個時間到底要多久 他是要一年呢 兩年呢 還是三年 還是到年底他就真的會有消息 現在沒人說得準 因為主力在這裡已經陣亡了 主力是陣亡了 我認為主力是陣亡了 完全是無政府狀態嘛 好不好 不建議 3217的U群 他現在是來到了這個大的一個底部區域 請你不要放棄他 但是呢 你要讓他快速大漲 也不容易 但是營收已經如預期 回到3億上面了 營收回到3億上面 也就是說 這裡的高點 其實公司派的看法 認為自己應該值250啦 那這個位置其實只剩下一半了 將近一半 最低得到122 那你之前有聽過我講過 你應該聽過我講過 股票是這樣 假設我在高檔 190 180賣掉 來到120 甚至於來到100塊 我上面賣了190 180的我下面大概100塊附近 我可以買將近2倍的股票 然後我的營收又上來了 不過他現在技術面是不漂亮啦 因為KD高檔 越KD死X了 越KD死X它需要震盪整理啦 它需要震盪整理一下 還要再整理一段時間 但長期是好公司喔 長期是好公司 他的最後一段目標會是250 那時候指數不知道在哪裡去 但是記憶體今年來看 大多數都已經沒有再漲了 群聯也下來了 威剛也下來 伊丁也下來了 那優群在這邊也是記憶體概念 他就比較辛苦了 好不好 但是我認為 用營收如果下個月再公告出來的時候 還有一段反彈的時候 可以拿來換 換什麼 私下在講 訊息KY啊 這下面其實我認為不用怕了啦 這裡就是買 這裡再往下你敢買就可以買了啦 你買它不是看今年啦 但是這一檔股票長線一定是安全的 為什麼 獎上億嘛 矽光子是2026年的東西啊 2025年不會有產品啦 我認為都不會有產品啦 矽光子在2025年都沒有產品啦 但是呢 它這一段下來也是真的很快啦 回到這個位置了 回到這個位置了 最高289 這就是已經透支了嘛 這個289就是未來2026年高點的位置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啦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啦 那這一段再往上走的空間 是可以看得到啦 大概未來還有100塊的空間 這個高點會過的啦 到時候再來看怎麼走 好不好 來 5392能律 這個就是能律集團他們在做啊 這個基本上做完了啦 他們這些公司不一樣的地方喔 我說先講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就是做完了嘛 這個就做完了 那回到支撐區 頸線也被跌破了 那再反彈上去就是走嘛 這種反彈到上面都是走啦 就不用看 它已經 它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它都是那個樣子啊 這個大底部衝上來之後兩波 這裡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的一個頭部區的 重點是他們的技術相對比較有限啦 那是集團股炒作喔 大家一起炒 好不好 好 那我時間真的很有限 沒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的話 大家繼續在留言 我們專業團隊會來幫大家協助 但你只要記得 我現在跟你講的東西是 你這個時候絕對不要把錢拿去買什麼 買ETF 不要把錢拿去買什麼 買大型全職 也不要把錢拿去買什麼 買去買公債 一定來不及 這一波跌下來 大型全職跌的 大概是兩成到三 最少是兩成 大型全職跌兩成到三成 中型跌三成到四成 小型有可能直接腰斬了 跌五成 那五成你要 你很多手上股票 大多數我們在做的都是中小型的 那你都跌三成四成五成不等 那你如果要贏 到時候一定是把資金集中在 一個未來可以漲 五成到一倍的股票 你才可以板平嘛 那是什麼股票 就陸陸續續來看封路老師的節目嘛 那你常看你就會知道 我們要布什麼 好不好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還是再次預祝 所有人 所有人 父親節快樂 每天都要快樂 生活大於一切 投資不要去借錢 不要去用槓桿 然後 循序漸進 長期在股市裡面待得夠久 你就會領得夠多 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遇到大家的面朝座順利愉快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如果您喜歡封路的影片 歡迎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當然也歡迎大家 加入我的LINE AT帳號 小老鼠 FSB688 你將獲得第一手 標股的資料 如果你還有任何操作上路程 歡迎私訊封路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